大家好,我是Astha 今天我们讲African Flower 你看到我做了这三个颜色 每个花我用四个颜色去做 你自己可以选择 我今天用紫色做一个示范 首先我们要用到的垫 你先买了垫 然后你就要看一看后面 记住你查看后面 它建议你用的针数 这里它建议你用4mm的 我们今天就是做这个勾绩 勾绩就不需要用到那么粗 不过你自己也要查看 你自己手松手紧的问题 我用六缩零 3.5mm 如果你手比较紧的话 你就要用一些大耗的针 如果你是手松的 你就要用一些小耗的针 然后就要用筷子 然后就要用一把鞦刀 另外就是我会用一个小耗的勾针 我这个就用三续柠 把线尾收到后面 或者你可以用一枝大眼一点的缝针 隨你自己方便 開始之前我講一講這個花 這個花是一個六角形的設計 中心位都是有六組的長針 外面也是有六組的花瓣 之後我們圍一個邊 還有一個粗一點的邊 圍著它 我用這一組的顏色去做一個示範 中心位就是這個青綠色 還有這個用到的針掃 都是基本的鎖針 還有就是日拔針 長針 其實都是這一組 不是那麼複雜 不過有一點技巧去做的 好,接著我們開始 這個綠色中心位 我們留一些線尾 抓緊它 然後左手抓緊這個孔 在你的食指那裏 把孔子揉兩條 將你的中指和手指 抓緊它 然後你就要把你的歐針 用來無骨手掌握 這個手腕記得靈活一點去動 將你的歐針穿到這個 這個 這個兩條孔那裏 中指貼著它 放開你的左手 掛線 右手 手指尾 由內而外 繞一繞 接著到食指 你會發現這個圈圈這麼大 很難做 那你就將黏著這個孔尾 拉下去 向地板落 你收細一點去做 好,接著我們抓緊這個圈圈位 拉條線過來 做好這個 這個圈圈位之後 我們就做三個鎖針 1,2,3 3個鎖針 就等於一個長針 那我們做一個長針 一個長針 繞一繞 穿過去 吞兩條 吞兩條 兩個長針是一組的 接著我們給一個鎖針 接著之後 又做一組的長針 繞一繞 在大圈圈圈 做長針 再做多一個長針 這裡有第二組出現 這裡一,二,第二組 接著給一個鎖針 接著之後做第三組 我們要做六組 第三組的長針 做多一個 繞一繞穿下去 吞兩條 接著給一個鎖針 接著到第四組 繞一繞穿下去 繞一繞穿下去 做多一個 接著之後 給一個鎖針 下第五組 長針 做兩次 給一個鎖針 最後一組 繞一繞 長針 穿下去 退兩針 做多一個長針 給一個鎖針 停一停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這裡有六組 一二三四五 六組的長針 接著我們 繞一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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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個鎖針 頂頂這裡 開始 這裡穿下去 看到 穿了兩條欄 接著做一個引拔針 拉出去 接著我們放開 接著我們把後面這個尾尾 把中心位 拉緊 拉緊 之後 我們做了這個圓圈 然後我們可以 剪掉 接著把這條線收回後面 在前面 引拔針 在前面這個位 在後面開始 挑起兩條欄 接著把這個欄尾尾尾 在前面 往後面 收回 這個圓圈 接著我們做黃色 黃色的部分 花反在哪裡做呢 其實就是在 我拉開給你看 兩個長針一組 兩個長針一組的中間 這些圈圈位 這個鎖針的圈圈位 鎖針的圈圈位 很簡單 很容易的 接著我們就掛好條線了 我們剛才收了針 我們就在下面這個圈圈位去做 我可以順便收回這條綠色線尾 因為我不懂 不要緊 你可以一會兒再收 接著我們轉黃色 我們拿條黃色 繞好 畫好線 留一部分的尾 我們貼著這個綠色的植物 接著我們就把條線拉過來 拉過來 拉過來 接著我們可以把黃色的這條 拉尾 搭上去歐針上面 接著拉條線過來做三個鎖針 1 2 3 那條黃色線就很穩陣了 好 接著我們做一個長針 長針 繞一繞 穿在同一個位置 拉過來 接著給一個鎖針 好像之前那樣做的 那一組那樣做的 再同一個位長針兩次 一次 兩次 停一停 其實我們做了這個花瓣 下面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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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同一個位置 兩組 兩個長針 給一個鎖針 兩個長針 這樣去做 好 接著我們到第二個 我們要做六個 當然 因為我們有六個花瓣 繞一繞長針 就在下面 綠色兩個長針的 後面這個 這個圈圈位穿下去 我想收藏這些 那你就踏上去 歐針那裏 接著 之後就長針拉上來 繞一繞 推兩條 做長針 同一個位置 接著 做了兩個之後 給一個鎖針 同一個位置 做多兩個長針 就是這樣 如此類推 我們又繞好條 接著 在下面這個圈圈圈 綠色兩個長針 下面這個圈圈圈 穿下去 長針 拉上來 長針 再做多一個 接著 給一個鎖針 接著 同一個位置做多 兩次的長針 一次 兩次 如此類推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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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這個圈圈 位 長針兩次 一次 兩次 給一個鎖針 同一個位置 長針兩次 一次 兩次 那我們就要做兩個花瓣 好了 又 翘一翘 長針在下面這個位置 兩次下做 然後 給一個鎖針 接著 我們又做兩次 同一個位置 兩次長針 到最後一個 長針 下面這個圈圈位 先做兩次 兩次長針 接著給一個鎖針 然後再做多兩次的長針 我們完成了第二行 我們完成了第二行 第二行 有圈圈這個位置 然後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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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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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nect 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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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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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去做,我们开始了,用回黄色 这里会怎样做呢? 在这里,我们要在中间做 这一组的中间做 首先我们就在跟着这个的长针上面 穿过去,再做引拔针拉出来 然后我们要去这个位置 再在这个圈圈位那里穿下去,引拔针拉出来 那我们拉到中间的位置 就不需要再拔针了 然后做三个锁针 1,2,3个锁针 就是等于一个长针 我们在这个位置做多6次的长针 穿一穿同一个位,长针 穿一穿同一个位,长针 做了第二次 穿一穿同一个位,第三次 穿一穿,长针 同一个位,第四次 穿一穿,长针 同一个位,五次 穿一穿,长针 好了,停一停 那我们这里有多少个长针呢? 记住之前那三个锁针都算 三个锁针当一个长针 1,2,3,4,5,6,7 原来我们这个花瓣有七个长针 好了,那我们继续 继续 继续 我们调一调长针 就在哪里? 看看这里 长针 这一组长针的中间 做七次的长针 穿一穿 长针一次 四次 同一个位,长针 incarn 两次 同一个位,长针三次 同一个位,长针四次 同一个位,长针五次 同一个位,长针六次 同一个位长针7次 那我们就做了第二个花板 然后二次类推 在下面这一组的中间位 做7次长针 1次长针 长针2次 长针3次 长针4次 长针5次 长针6次 长针7次 就是这样了 做了第三个 其他如此类推 做快一点点 然后用紫色线去做 做的时候围着花板去做 做的时候就是做7个短针 因为之前我们做了7个长针 7个短针 在中间这个有点点技巧 我们做一个长针 围着花板出来 做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一组去做 之前我们在这个锁针的上面 穿出去 穿过两条线 穿过两条线 然后拿一个紫色线 挂好线 然后我们就勾进来 在这里要做一个短针 但我会做两个锁针 去代替短针 然后每一个位置都会做短针 短针的时候在下面 这个长针 这个上面的位置穿过去 可以顺便把拉尾 打到勾针的上面 然后拉条线 做一个短针 那就比较漂亮 然后下面这个位置也是 收起这两条拉尾 然后再做一个短针 如此类推 我们又来了 下面这个位置做一个短针 这里这个位置做一个短针 然后这里短针 短针 我们就做了七个短针 之后中间这个长长的位置 我们就用长针去做 长针描一描 在哪里做 在不是这一行 在下面那一行 即是绿色上面这个位置 这个圈圈的位置做 之后你就把勾针拉条线上来 你要拉上一点 拉高一点 来到这个位置 接着做一个长针 描一描 退两条线出去 描一描退两条线出去 这样团似其他的awk 就为了抗一个花盆 也为了起来 接着第二个花盆 我们做七个短针 拉下去 在这个位置 一次一个短针 两个 这里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長針在綠色上面的圈圈的位置穿上去 拉一條垃圾 長針跳一跳, 退兩條垃圾出去 長針跳一跳, 退兩條垃圾出去 如此類推, 第一個眼位做短針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到這個粒粒位置, 又做個長針 綠色上面這個圈圈位穿上去, 拉上來 長針, 退兩條垃圾出去, 長針, 退完 又來了, 七個短針 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長針, 綠色上面這個位置, 拉上來 好, 退兩條針, 其餘兩個都是這樣做 做快一點點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長針 最後一個花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最後一個長針 在綠色上面這個位置, 穿上去 那我們就完成了這個裙邊 在第一個短針, 第一個短針 我用了鎖針去做, 上面這個位置, 穿上去 穿上去, 做一個引拔針 我們就關掉這一行 好, 接著之後, 我們把這個芯紫色剪一剪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裙邊 我們把這個芯紫色, 又是移到後面 在前面這個短針, 這個眼位, 由後面穿出來 把這條針在前面, 就繞到後面 就是這樣了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裙邊 在後面就是這樣了 接著你可以先收回一些空間 我們在後面沙收空間 深紫色, 去回深紫色 我們應該容易看一點 深紫色收回去 收了之後, 我們就剪一剪 鎖針, 現在就是… 剛才我們已經收了線 如果剛才沒有收線 那你就先收了它 接著才剪掉它的垃圾 如此類, 推 好, 中間我們不弄下 我們就完成了 那變成花樣就出來了 我們現在就把麵團放在邊上 會更美一點 那麵團就是怎樣去做呢 又是很簡單 為何這麼簡單呢 因为它都是6个角位 在这6个角位里面 全部都是长针来的 在6个角位 在尖尖的位置做长针 同一个位置只不过是长针加锁针做长针 就做一个很明显的角位出来 接着我们就转了 我用这个很浅 这个灰紫色去做 我们由哪里开始呢 我们就先是 没什么所谓的 我们就在这个长长的坑的前面去开始 长长的坑的前面 就把这里穿过后面 两条线 接着挂好你的灰紫色 接着我们做三个锁针 你先拉出来 你很怕它脱了 那你就可以在后面 踏上勾针上面 做三个锁针 一二三 三个锁针 接着我们做长针 在下面的一个位置穿过去 然后再做一次 再做多一个长针 停一停 这里有三个长针 这个是短短位置 我们在这里就要做角位 在这一针那里 再做长针下去 拉条滚上来 移两条 做角位 然后再做一个锁针 长针在同一个位置穿过去 同一个位置穿过去 做一个长针 那我们就要起了一个角位 接着我们就要做六七个长针 因为这个花板有七个长针 接着在下面一次长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再做一个角位 再做一个角位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再做一个角位 长针一次 再做一个锁针 长针同一个位置 做多一次 那我们就起了第二个角位 那我们就如此类推 长针下面做七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六次 七次 然后再做一个角位 这个角位 长针一次 给一个锁针 长针同一个位置 做多一次 那我们就起了一些角位 其他如此类推 其他如此类推 我做快一点点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了 起角位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 起角位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 好了 最后一个角位 最后一个 我们还有一些针数未继 就是继长针 这里一次 两次 三次 然后就是这个位置 四次 这里有四次 因为之前我们继了五次 六次 七次 起角位 OK 我们继续了 继续了 之后 就在之前这个锁针的顶顶 这个位置 穿下去 做一个引拔针 好了 之后 我们就剪掉 这样就完成了 好了 然后我们把尾尾收到后面 你说我不会用这个勾针 那你就用大眼的针 转上去 按一按它 拉出来 将这个接位 穿进去里面 这样就容易些穿线了 我不会用 那怎么办 如果我用这个缝针 这样 这个我们引拔针了 就在前面这个位置穿下去 那我们锁回去 变了一个边边位 那你就在后面 我们修一些线尾 一样挑起它 接着打个裂和 穿进去 锁固 接着 之后 你看到 有一排这些 这样的囊 那你就将这些囊 穿进去 后面 这样就完成了 接着这些线位 剪掉 未收的 记住先收 接着 中心位 中心位 我喜欢用勾针去做 很容易勾起它 接着 之后你就将绿色 拌过来 接着 接着 记住 将它 穿过去 穿到这个大圈 那里 打个裂 打裂的时候 要拉 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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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 你可以绿造 这个就是我们的 mambo 黑吗 associ 先把它拼在这 希望大家喜欢的花样 和多多练习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编织物勾织物都是由中心位开始的 如果你做一些图案的话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